肖可染二十二岁 皮肤白皙 长相甜美 心地善良 可这样的女孩 却让所有男生 都对她避之不及 因为她有着一份 特殊的职业 入恋十 这么年轻又这么帅 可惜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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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是哪兒啊 小可然 殿下發生何事 沒事下去吧 太子妃 我已經說過今夜去兩側妃那裡 又有什麼花樣 太太子妃 是你你不是死了嗎 怎麼又活了 可什麼死了活了的 還不快給我滾出去 太子 回去 我這是穿越了 還沒看過嗎 既然你喜歡這裡 那就在這裡待著 居然真的穿越了 這傢伙居然是太子 我也是心裡糊塗的成了太子妃 真是老天眷顧啊 那我是不是 終於要有男朋友了 不對啊 這弓鬥劇我也看了不少 按我的性格 活不到第三次 誰 太子妃 對不住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正妃的位置本该就是你的 殿下 秦谦不在乎那些 秦谦只想早日为殿下带下黄丝 殿下怎么又在咳嗽 不妨 自小五敏妃召开 身体自然比旁人稳弱一些 不好了太子殿下 太子妃不见了 什么 来人 把她弄醒 怎么下雨了 怎么还有点臭啊 太子妃 你醒了 是吗 太子妃 你可还记得老奴 你是 您可还真是贵人多忘事 你有什么事吗 太子妃 今日你落到我手里 我定要你好看 你要干嘛 来人 上规矩 规矩 什么规矩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可知道老奴等今天等了多久吗 给我上 太子妃不见了 你速带然去寻 是 记住 只能密寻 不可让旁人知晓此事 属下明白 太子殿下 太子妃生气爱玩 你也不必太过担忧 她可能是出府 找哪位友人玩耍去了 真是连你一心半点都比不上 还是你知书大理 太子殿下 夜生了 我们早些休息吧 阿姨 咱俩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阿姨 那我应该叫你 小姐姐 胡言乱语 一会儿让你哭爹喊娘 你要做什么 干过的那些好事你都忘了 老奴我可没忘啊 不做什么了 你要不提醒我一下 大嬷嬷 跟她说那么多干什么 别忘了咱们是来干嘛的 来人 给我消息 哎 等等等等等等 我这刚开场就挂了 哇 太子妃 你可不要想多了 把你绑来是皇后的意思 不是老奴我公报私仇 皇后 我都没见过她 哎 不对啊 她是我婆婆 看来是婆媳关系没搞好 哎呀 太子妃你可别乱动 这些都是皇上御赐的 摔坏了可是要杀头的 好啊 闹了半天 你是在拿皇后和皇上的名义来压我呀 是 那又如何 嘿嘿嘿 你笑什么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 原来是在胡讲胡威啊 你 认识啦本姑娘信箱 嚣张的嚣 再敢惹我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 臭小子你是谁 笑够了没 何然姐威武 文远佩服 只是怎么连武帝都不认识了 原来你就是太子的武帝 看着也不怎么正经吧 报 太子妃与武殿下正在回来的路上 文远 昨晚他们在一起 属下不敢轻易猜测 下去吧 是 殿下 这可然姐姐 虽说与武殿下素来交好 但也不至于彻夜不归吧 萧可然 你简直没有把我这个殿下 放在眼里 刚到这里就被人气死了 真是晦气 可然姐姐真是英俊潇洒 真乃女中豪杰呢 那是 本姑娘可不好惹 你要小心一点 哎呀 你俩总算回来了 这是谁啊 测飞煂煅莹 我一大早发现你不见了 可吓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我很担心你 简直夜不能昧 这倒不至于吧 至于 何然姐 你的光辉历史 那可真是前无古人 那你来说说 我的光辉历史 都有什么 那我跟你说 你俩不饿呀 我们一边吃一边说吧 走 想当年 何然姐姐在演舞场 一人单挑舞个侍卫 不落下风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我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 想当年 你一个人单枪匹马闯皇宫 救出了被困的洛阳郡主 让大公主颜面扫地 不知道有多威风呢 想这回事 我不太记得了 还不是你太懒 跟懒有什么关系 当年嫁人的时候 都怪你太懒 错过了时辰 我和梁侧妃都在敬茶了 你这个正妃 都还没起床呢 还这么离谱 这皇宫里 你这离谱的事 多了去了 为了 你们听说过李公公吗 传言说 他和皇宫里的嬷嬷对时 公公还有这种风流声 自然 还不止一个 不懂吗 知道吧 啊 啊啊 这 小可兰 我不管你之前什么性子 但是既然你已经做了太子妃 就该恪守妇闹 不该让我难堪 啊 啊 嗯 嘿 可人姐姐 王兄跟你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 太子妃 这谁啊 这就是李公公 五天下也在这 嗯太子妃娘娘有请哦 李公公 嗯 是皇后娘娘找我 是什么事啊 太子妃 奴才只是奉命传旨 怎么能知道 主子的心思呢 那若是皇后娘娘为难我 公公一定要帮我呀 哎 奴才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啊 你有 啊 你有把柄在我手中 嗯 什么把柄 若是皇后娘娘知道了 你刚刚与莫莫们对食的事 还是 太子妃 您放心 奴才 一定会 见机形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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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 太子妃带到了 太子妃 见了皇后娘娘还不下跪 叩见皇后娘娘 萧何然 你干的那些丑事 要是传出去 怕是会丢进我们皇家的颜面 丑事 我做什么了 奴婢亲眼看到 她和武殿下下文远抱在一起 啊 无凭无几 你不要说过攀人啊 皇后娘娘 我都善照您的旨意办事 结果还被她打了一地 萧何然 你作为太子妃 做事鲁莽 行为不检点 若是不惩罚你 这股歪风邪气 定是不一 惩罚 什么惩罚 四十大百 皇后娘娘 不可 不可 为何不可 太子妃 太子妃 快 怀孕了 什么 怀孕了 我刚才跟太子妃 一起走在路上 我听太子妃说的 太子妃 是吧 啊 对对对 我怀孕了 千万打不得 打不得了 这 姚娘 要不奴婢去把张太医 起来 把下麦 母后 不必这麦 可染 确实怀孕 孕儿怎么来了 这太子妃怀孕 这样的喜事 为何不早点 让我和你父皇知道 太医说了 前三个月 胎像不完 这才不可 父母 啊 那可染 你可得好好养他 可染怀孕 身孕不宜久贵 儿时先带他回去了 哎 英雄救美啊 太帅了 你干嘛 怀孕 我已有三个月没有胖 你怀的谁的孕 我们夫妻感情不和 问你怀的谁的孕 没怨的 没有 我怨弟弟只是蓝颜知己 蓝颜知己 哎呀 我没跟你戴日帽子 怀孕月誓 只是偏皇后的 谢 这可是齐军大腿 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看的 啊 那怎么办呀 那要不 现在怀 是不是也来得及 哼 小的美 你自己想的话 我交代你的事情 你到底有没有再犯 娘娘 我一直在按照您的意思 给夏姐的饮食礼 下段子散呀 那萧可染为何还会怀孕 臣妾也疑惑呀 难道是那段子散无效 可我与梁芊芊一直也有侍奉太子 我俩都未怀孕了 这夏节若是有后 孩子的根基就更加稳固 再想扳倒他 就更稳固 你去给我查清楚 就算他真的有 我想 你也有办法 让这个孩子 成为一个应目 是啊 可怜我那志勇双全的儿子文远 太子不宁 又不出头知识 哎呀 姐姐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这样的话你都敢撒呀 我哪知道撒这个我还能要命啊 都怪李公公 现在看来 你也只有紧快的怀上 大哥的孩子这一条路 啊 真得怀孕啊 那怀孕和掉脑袋 你选哪个 这古代 真不好混啊 可是我跟你哥的感情不太好 不太搞得定啊 这个我有办法 男人嘛 我懂 你去哪儿 放心跟我走吧 保证你今夜能够与王兄啊 恩爱有加 呀 两位来了 你们几呀 这就是你说的恩爱有加 好 那个夏文远居然敢带我来青楼 哎呀 过程不重要 学到本身那是最重要的 这要是传出去了 我太子妃可就颜面扫地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夏公子来了 思思姑娘 来了 你看这萧公子 新面孔啊 夏公子 今天带朋友了 对对对 萧公子 这位就是这里的花魁 思思姑娘 看样子 你经常来这里 没有没有 哪有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嗯 思思姑娘 她我就交给你了 你好好学 我先走了 啊 看样子 你也是个良家姑娘 学这个干什么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也不看看我是干哪行的 要是 连公补都不分了 还怎么在这楼里干 思思姑娘 厉害 你还没回答我呢 学这个干什么 说来惭愧 我和夫君感情不合 他已经三个月 没来我房里了 我只教你三招 老女夫妻二人 狼情妾业 这第一招 穿得少 这第二招 啊 啊 嗯 若是这两招还不行 那就 第三招 什么 这第三招 就是 先把人灌碎 再把前面两招 再来一遍 这三招 没有你跟男人招架得住 除非 说什么 除非 他不行 太子殿下 太子妃有非常重要的事 请您务必过去一趟 非常重要的事 嗯 知道了 我这就过去 太子妃找我何事啊 说个人 你又想玩什么 等你睡觉呀 放手 殿下 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丁点的想法吗 哎 殿下 你是不是不行啊 不行的话能知道 你看看你现在 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本小姐本来就是给死人化妆的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家闺秀 爹 爹 哎呀 爹的宝贝女儿啊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这女儿回到娘家 还要看时间吗 你呀 太子府里上上下下那么多事 很多事 你要放在心上 女儿记下了 千千这次回来 肯定有事 我能有什么事 我就是回来看看爹 爹有什么好看的 瞧您这话说的 这在外呀 您是国之洞领 这在家里面 您也是家里的警长住啊 我这还不得回来看看您 女儿给您包橘子 你这个丫头 一反常态 爹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爹 我记得 咱家有个大珍珠来着 看吧 看吧 露馅了不是 那可是皇帝遇刺的宝贝 你问他有何事啊 爹 你借我用用 过两天还给您 你用他做什么 我想把它拧着粉 这 我 我想给太子妃拿过去看一看 顺便 也让大家都来见识见识 咱们家的宝贝不是 你吓坏爹了 皇帝遇刺的宝贝 想 你也不敢磨碎了 爹 我刚刚就是跟您开个玩笑嘛 所以 爹 这大珍珠 大珍珠最近在闭关呢 等它出关了 爹再拿给你 大珍珠 闭什么关呢 那可是爹的心头肉啊 它是 我不是 好 爹拿给你 真拿你这个丫头没办法 爹你真好 等着 嗯 谢谢爹 好了 去吧 呃 倩倩 爹怎么听说 太子妃怀孕了 是不是真的 目前看 是真的 倩倩呢 你也要早些争口气啊 爹 这种事情 她强求不来的 你可别耍小兴子 你要跟太子 多交流 多沟通 多配合不是啊 其实 太子殿下 他对我还挺好的 也时常来我房中 可我这肚子 他就是没有反应啊 对了 找太医看过没有 看过了 太医说 我没有什么问题 哎呀 那就多弄力 有些是啊 爹也不好说 你可以多向太子妃请教呀 找他请教 跟他学勾引太子吗 这丫头 不像话 好了 去吧 嗯 爹呀 嗯 过来 殿下 我美吗 美 那究竟是可然姐姐美 还是我美 你美 那殿下能不能答应你 今天晚上 留下来 好 我答应你 殿下说话算话 来 这杯我敬你 殿下 今天晚上 让我好好伺候一下您 好不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殿下 我先去收洗 好好好 太子妃 客人来了 殿下 你怎么喝成这样 我刚刚盈盈给我跳舞 就想喝了两杯 殿下 盈盈能做的我也能做 殿下 你 喜欢我 还是喜欢盈盈 你是太子妃 她是侧妃 你怎会跟她计较 你怎会跟她计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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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来人 快把他带我房里 还真让我捡了个漏 直接上第三招了 都省去灌酒了 盈盈呀 你终究是个侧飞 比不过我这个胜飞呢 是你吗 嗯 过来先去 原来你是 心里有了白月光 难怪对我这个镇飞不感兴趣 竹子 太子殿下今晚在太子妃那边 都说他勾引太子 果然利益 这样我都能输 真是不甘心 竹子 时辰不早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小可人 可以 你做初一 莫怪我做十五 姐姐 这南海大珍珠 我爹可宝贝得很 我好不容易才把它要出来的 你可千万别 妹妹放心 有了这珍珠 我不仅能让你变美 还能让我们赚钱呢 我对赚钱 倒是不感什么兴趣 我只希望能变得再漂亮一点 变色还没醒 她呀 昨天喝多了 别管她 这样 竹子 这个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吗 用了它就可以让人容颜焕发 让人变美 那当然了 这秘方呀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这里除了这些草药 最值钱的 还是它的秘密配方 哦 要是真的研制成功了 咱们还有机会赚大钱呢 对 光三公六院就能赚一笔 到时候呀 我们再申请专利 向全国推广 肯定能一夜报复 申请专利 你快帮我记一记 这几个草药的用量 千万不能满活 好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确保万无一失 到时候研制出来呀 第一个给你用 哇 怎么 不相信我呀 相信 就是有点害怕 这万一到时候 我的脸出了大问题 就麻烦了 我还没嫁人呢 瞧把你吓的 那就你来帮我们试试吧 你在干什么 太子妃 太子殿下 太子妃 李公公来了 这个老东西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之后来 该死的老胖子 传旨 传皇上的旨意 决 太子下节 太子妃 萧可染 即刻进阶 面圣 李公公 都这个点了 父皇找我们过去 所谓何事啊 奴才不真 这可是皇上的旨意 这下麻烦了 皇帝叫我们去 肯定要问怀孕的事 这要是万一说漏了 那我可就麻烦了 李公公 我有点不舒服 能不去吗 太子妃 这是皇上口谕 这是圣旨 就飞去不可呀 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 哎哟喂 你们俩就收拾收拾 跟我走吧 走 嘿嘿嘿 千千妹妹 你可听说了吗 你这么慌慌张张的 怎么了 刚才李公公传耻 说让太子和太子妃进宫 这不是正常的事吗 正常 我猜测 十有八九 跟太子妃怀孕的事情有关 她呀 怀的是皇家的血脉 这是好事啊 千千妹妹 这恐怕不是好事啊 怎么讲 你想啊 论伺候殿下 明明是妹妹你最多 其次是我 咱俩都未怀孕 怎么她说怀孕就怀孕了 有人说 她是假怀孕 甚至还有人说 她怀的是夏文远的 姐姐 流言止于智者 我倒是觉得 这绝非是空穴来风 明眼人 一眼都能看出来 看出来什么 太子殿下不爱太子妃 这太子妃 也根本不爱太子 她喜欢的 是夏文远 姐姐 这话可不能乱说 这种事 我哪里敢乱说 有人看见 太子妃女扮男装 和夏文远偷偷出去 要不是有私情 又何必偷偷摸我 这么说 这太子妃与殿下 也是貌合神灵 千千妹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想啊 太子殿下 是当着皇后娘娘 承认得太子妃有欲 要是她肚子里 这个有什么问题 那咱们 都得受牵连 我好像懂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 这太子妃要是有了什么事情 势必会牵连到太子 对呀 而我们二人的命运 又与太子相关 对呀 千千妹妹 我们姐妹 真是命苦 儿神见过父皇 见过父皇 免礼 可然 你现在可是万惊之躯啊 不 父皇费心了 可然好着呢 就是这心口 有些堵得慌 倒是父皇您 好些日子不见 苍老了 头发也白了许多 我这是自己着急 着急要抱 皇孙吧 皇上每日 忧国忧民 整日 勤肯治理朝政 可谓是为了 黎明百姓 偶心立心 姐儿 朕百年之后 你要做一个好皇帝啊 父皇 你可是要活到一万岁 那是笑谈 你看谁活到一万岁了 父皇 可然最近正在搞研究发明 我发现有一种草药里 有让人延年易受的成分 等我研究出来了 一定能让父皇长命百岁 朕不知道 可然还懂得这些 那你就抓紧研究出来吧 否则 我就赶不上了 我一定尽快 我都忘了 方才你自己说 有时候胸口闷的话 李公公 传太医 给太子妃把把买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没事的 父皇 父皇 今日已经让御医去府中 给客人把过买了 太子妃身上 躺的是我们皇家的血液 尽管谨慎 让我的御医 给他把网脉 也好 静心养胎 是 怎么样 太子妃胸口堵得谎 无大碍吧 太子妃脉相四平八稳 从脉相来看 应该是急火攻心 并无大碍 微臣开一处药房 保证能要到兵主 太子妃现在怀有身孕 你的药房 不能乱看 太子妃怀有身孕 怎么 你刚才把脉 没有察觉到 皇上恕罪 从脉相上看 喜脉微弱 无明显波动 这或许 怪微臣 刚才把精力都放在了 太子妃心口堵的症状上 可染还一不久 可能是脉相还不明显 是有这个可能 又或许是太子妃急火攻心 脉相紊乱 导致喜脉微弱 拔脉可要拔好 太子妃可是万金之躯 这要是有个好歹 你可担待不起 皇上 鬼臣这就给太子妃 开出一副 清热解毒的药房 既能安胎 也能去护 两则坚固 万无一失 好吧 就按你的来 走吧 开方子去吧 我对你还是放心不下呀 听说你最近有些贪悲 你从小身体虚弱 这样可不行 孩儿知错 请尊就导 可染 你的名字可是我亲赐的 你一定要给太子长长脸 我好早日抱皇孙呢 可染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回父皇 没有 那好吧 你们先回 等你的身体彻底好了 我再派太医 专门调理身体 谢父皇 姐儿 有时间 多看看文远 交流交流 你好好劝劝他 别让他一天无所事事 应该成家立业了 好为皇室开之散业 唉 手心手背 都是青骨肉 我 就你们两个儿子呀 儿臣知道了 我这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可杰儿这孩子 他娘死得早 都当储君了 还跟孩子一个样 断了吗 太子妃这次进宫 怕是凶多吉少了 可不是 我可听说 那太子妃肚子里 可不是太子的 不是太子的 那是谁的 你想 平日里 谁跟太子妃走得最近 你说的是夏文远啊 别乱说 这事咱俩知道就行 说什么呢 再敢乱说话 小心等太子妃回来 撕来你们的嘴 姐姐饶命 这卓子没来 一个树女跟风口一样 逮着咱俩乱咬 少说两句吧 咱俩赶紧走 要是让父皇知道 你是假回应 他可有多少信 事情已经成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我们是继续瞒着 还是找机会 向父皇道歉 这可是欺君之罪 暗虑当斩 这可如何理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不过你要是能配合我 说不定 也还是有办法的 怎么配合 就是 配合我 做羞羞的事 也是 啊 你等等我 李公公 奴才在 朕最近听了一些太子妃的闲言碎语 你去查查 是哪些人 在操纵此事 奴才明白 这关系到皇家的生育 你要谨慎 再谨慎 奴才明白 奴才这就去办 正还活着呢 真要有个好歹 这帮家伙 还不得乱 皇上 你可要保重龙体呀 都是杰儿的事 让我操碎心 我看 这事情的根源 还是在太子妃身上 什么 皇上恕罪 这太子妃 怀有身孕之事 臣妾也是追问后才得知的 究竟事实怎样 怕是无人知晓 太子妃 怀善皇室之事 难道真有问题吗 谨慎起见 咱们还是在等我 这是杀生之罪 我两个人也不敢 皇上 这是文远 给你做的典型 来 你尝尝 是啊 文远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是啊 只是他 天心爱玩 放荡不惊 杰儿 又体弱多病 我的命啊 干嘛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我新来的 没见过你 见奴才 你还敢拦我 你怎么还骂人呢 骂你 我还要打你呢 你今天就是打死我 我做鬼也不放你 看来你还真的是一条忠诚的好狗呢 请你离开 说你放你还传进来了啊 你信不信我打的你 连你老娘都不认识你啊 随便你打 我娘死得早 看来你还真不是一般的欠责我 我 武帝 太子殿下 您是太子殿下的武帝 怎么着狗奴才 你还想打我不成 小的有眼不识经商欲 您高抬贵手 刚刚是小的 后有得罪 你要是一直倔下去 我还挺欣赏你 不过你这话风一转 就不配做人 只配当狗 我娘教我不要得罪权贵 只要您和太子殿下高兴 我就是一条狗 嗯 胡帝 有何贵感 前些日子 我与太子妃姐姐约好了 说今天我过来找她 和太子妃的约定 对 她不在 你回去吧 那大哥这样 你帮我告诉她 你就说在老地方等她 好 好 太子殿下 太子 你怎么来了 紫霞你先下去吧 我和你家主子 有话要说 嗯 太子何事 文远弟弟说 你今天跟他约好了 在老地方见你 啊 我都忘了 谢谢你啊 你们竟然还有老地方 在哪 怎么 你吃醋了 老地方在哪 好吧 告诉你 是金龙 他竟然带你去那种地方 干什么 是学习啊 学习 学习 怎么让你喜欢我 要不然我怎么怀孕 不怀孕的话 是要掉脑袋的 小客人 你是怕掉脑袋 那当然了 我刚来到这个地方 就遇到了你们这一群奇奇怪怪的人 动不动就要我的脑袋 我本来以为可以谈一个甜甜恋爱 有一个帅帅的夫君 没想到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娶我 我 你 你 你 我吗 你本就是五彩子飞 怎么 不愿吗 亏你还是太子侧妃 仅是一派火焰 这种话也能从你嘴里说出口 殿下 这都是外面传的 我就是如实禀告而已 我行不行 你心里没数吗 大家都传言 说殿下您长期服用支风寒的药物 又爱饮酒 伤了根本 所以 所以生不出孩子 殿下息怒 外面还出现什么 大家都议论纷纷 说太子妃怀抱 根本不是殿下的个 胡说 不是我的 是谁的 大家都说 太子妃与五殿下文语 有四起 你告诉我是谁说的 殿下 请你不要追究了 都是我心直口快 惹到殿下了 小可人 若真如传言所说 背叛了我 我定找不了你 盈盈这次是闯祸了 知道错了 千万不能在太子妃面前 说是我说的 这样 我可是没脸再见可染了 此时万不可再向旁人提起 我会查清楚是谁在传言 下去吧 盈盈先告退 你怎么这个点过来了 青千看太子殿下发了脾气 就过来看看 这究竟所为何事 千千 我心中有心 千千愿意临提 千千 你觉得太子妃如何 姐姐自是花容月貌 性子活泼 为人豪爽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她对我 对你 我独懂事 唯独独不懂太子妃笑 千千 明白殿下的意思了 其实 千千是觉得 若是一个喜欢你的人 自然不用殿下 就费弃心思 但若是她不爱你 她 又有什么必要呢 其实 太子殿下不必解怀 太子妃 已经有了身孕 等来日 她淡下黄色 你们自然 可以情色和蜜 千千 我 告诉你一个秘密 太子妃逃 假怀孕 当真 千真万确 太子 亲口告诉梁千千的 这真是好事成双啊 这样一来 小可染 不光是没有怀孕 她和太子 还犯了欺君之罪 娘娘 我们快将此事 禀报皇上 不急 我自有办法 让她自己报 娘娘 娘娘 依你 你的断子伞 还要继续 是 你放心 等文远当了太子 将来便是皇上 你的父亲与舅舅 连同你的两位兄长 皆是贼孝将军 到时候天下 便是我们说了 谢娘娘 抬举 前天 今天 可爱 喊 我 不能 您 您 您 对不起啊 黄岑飞 能不能小心一点 跟你的主子一样 梁公 别来无恙啊 你是外藩使者 也是我梁府的贵客 请上座 不知梁公 邀请我来做什么 也没外人 咱们说话 就直接一点 我就喜欢梁公的为人 不信 牛嘴滑舌 用你们中原人的话说 为人够好 性格够滑头啊 你们这些外藩之人 还是这么不懂礼节 一点礼貌都没有 梁公 有什么任务 就直接说吧 我想问你要一样东西 宇良公的地位 在这皇城 还有什么东西 还能像我同样 你这次来皇城的目的 本相也略知一二 咱们可以携手 如果你真能帮我 要和我 你只管开口 你这次来 恐怕不是来游玩吧 是不是 带着军事任务 很多事还是瞒不过梁公 我听说 你们外藩有一种毒药 这种药无色无味 属于慢性毒药 不多 有一个配方 只针对孕妇 只要喝下半包 腹中的胎儿便会 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 并且不会留下一丝 蛛丝马迹 仿佛这个胎儿 未曾来过一般 是有这么一种药 万毒 堂堂梁公 竟然用这种手段 是不是太卑鄙了 你做事就不卑鄙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做的那些龌龊事 收集城防图物 你想干什么 只要我不高兴 一句话 就可以要了你的命 换灵伞 我会给你带过来 这件事 我不希望第三个人知道 规矩我懂 泄密者 死 你行事还是要谨慎 真要被人盯上 我也救不了 好 多谢梁公提醒 敢问太子妃 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你别管 你只管告诉我这是何物 此药 名为断子散 男子长期服用此药 便会失去生育能力 身体 也会日渐衰退 如果停止服用此药 之后身体能否恢复 此药 毒性微弱 需要长期服用才能见血 所以也不易被人轻易发掘 只要一旦完全停用 不出粤鱼 身体便能日渐恢复 今日之事不可谢了 若我在第三人口中知晓此事 定有办法去你心 是 什么 尹尹 难怪我总是风寒不断 我一直以为是从小没有养好的养故 女人多了也不好吧 并不是谁都是真心对你的 你就这么告诉我了 就不怕我不信你 你会相信的 因为我查到了魔后黑手 谁 我会帮你的 你为何帮我 我们是夫妻嘛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仅此而已 其实我也挺心疼你的 被自己的身边人骗了这么久 你有没有背叛我 我 我都说了 我跟夏文远弟弟只是朋友 都是误会 那只是个谣言 我发誓 那你 准备怎么换我 那你小心好你的地腰子 我来问你声音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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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盈 你过来所谓何事啊 殿下 这次 我是来陪不是的 怎么了 上次太子妃那事 我天由加醋说了许多坏话 是我挑拨离尽 你知错就好 都过去了 我是看到殿下美日新了 盈盈实在是不忍心 以后尽量不给殿下添乱 你下去吧 你下去吧 盈盈还有最后一句要说 殿下身体虚 如果殿下允许 盈盈愿意亲自照顾 你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那殿下先歇息 这些事情我都查清楚了 有人往城里城外散播谣言 你可查清楚了是谁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这件事绝对和太子府有关 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吗 最近城里经常有一些外藩人士来往 天朝上国 万邦朝贺 多几个外藩人士不正常吗 可这些外藩人士经常出入京城权贵之家 这就有问题了 那听你这么说 这里面确实是有什么猫腻 皇上身体虚弱 各方势力交叉团措 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怕是 我知道了 这些事我会安排处理的 你只需要密切盯着就行 千万不能打草惊涉 是 属下告辞 等等 还有一个人你要帮我盯着 谁 夏文远 夏文远 不要太多疑问 按我吩咐去做就好了 是 属下告退 梁国公 这个 就是你想要 一定要适量 亮过了 会死 我做事 自有分寸 梁国公 我还有一事相求 何事 这皇城的兵力不防徒 不知是真是怎 您帮我探计 这兵力不防徒是谁给你的 梁国公 你是聪明 你这么问 我是没法回答你问题 这兵力不防徒 这兵力不防徒是假的 兵力分配有问题 尤其是德胜门的兵力 只放了三分之一 这么说 我这么有疼意 对方还留了一手 很多消息真真假假 稀稀实实 你一定要有分辨 梁国公 我信你 要是没别的事 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梁国公啊 你这是要下逐客令 人多眼杂 谨慎一点 对你我 都有好处 梁国公 我还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防 我想要这边疆 关爱湖口 兵力不防徒 你要他做 这也是我国主的安排 我自己执行 你的事 很像放心上的 告辞 是 通知九门都尉 罢了 我还是自己亲自 跑一趟吧 我似乎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人 能在京城搞到兵力不防徒的 绝非等闲之辈 殿下夏文远 其实 但愿老夫想的是错的 国公平时坐视谨慎 在这个情况下 更应该谨慎才是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药 让千千身边的人 谁来取最文 打听 这个药 陆下 陆下 陆下最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还是不要饮酒了 无妨 今朝有酒今朝醉 倩倩 我看你越发漂亮 这是太子妃的功劳 可人 是太子妃做的面膜 面膜 何物 妾也不知道 是姐姐亲手所做 她还会这些 殿下 是这个 应该不会错的 我亲眼看见紫霞在厨房拿东西调配的 嗯 好你个小可人 这么好的东西 给梁千千都不给我 我今天也要试试这个什么面膜 我今天也要试试这个什么面膜 是凉嗦嗦的 就感觉一阵阵的辣 辣 怎么会辣呢 就像是胡椒面撒在了脸上 胡椒面 嗯 你是不是去厨房拿配料的时候搞错了 啊 我似乎都闻到了一股胡椒面的味道 哼 主子 搞了半天 我是往脸上撒胡椒面呀 你呀 下次可不能这么马虎了 嗯 真不错 这个配方有问题 绝对不对劲 来人哪 主子 赶紧给我煎盆清水 我的脸好烫 主子 你的脸是怎么了 萧奎人这个贱人 存心害物 别废话了 赶紧给我煎盆清水 是 萧奎人 你等着 我跟你没完 根据线索来看 拿到京城布房图 再找到县图者 才是破局的关键 这外藩使臣跟梁国公来往密切 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 虽说他们在明处 或在暗处 暗处也有他们的人 所以 这里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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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京城兵力不防毒 一定是真的 梁国公怎么说是假的 你怎么那么糊涂 哈那是在炸你 以便救出你幕后的人是谁 你没有出卖我们的 一个字都没说 我们这段时间还是不要见面为好 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既然兵力不防毒是真的 你们家主子什么时候让我见一遍 我们主子说了 现在时候未到 我需要看到你们的成果 我们国主答应一定能做到 兵力不防毒也要紧快帮我肯定 等到时候到了 我们的承诺也一定会避免 那我们该如何打算 不要说是我 我们是你 我们跟你们不是一个人 我好像被人听上 听上你的那个人是太子妃 我们会帮你搞定这件事 太子妃怎么还缠和这些事情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你们接下来做事一定要非常谨慎 太子妃究竟是什么人 一个女人还关心起了国家大事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你就记住 以后离那个女人远些便是了 我能不能知道太子妃叫什么名字 小客人 我们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 那我们下次在哪里 我会通知你 这段时间你要非常谨慎小心 注意防范这个太子 好 那个小太子妃的十分可恨 看来我现在已经在门处了 这回还真不能小看 一定要小心那个叫太子妃的 他在明处我在暗示 你不要小心 这个家伙 不防头睡觉还弄着 看完还真是她的命格 我现在就要悄悄的拿走 要一命 太子殿下 我拿到了 这是不防头 辛苦你了 戈然 如果这是真正的金城不防图 我们一定可以在上面找到破绽的 只不过 只凭这份不防图 似乎不能说不光尝 搞不好 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方法 可人 你一个女子 怎么懂这么多 哦 有了 我想到了 你先休息吧 我先出去一趟 可人 你留下来陪我吧 可是你的身体 不如 你帮我试试 你帮我试试 试在云中游 此别红 无想念 莫回首 若我心知谁无爱恨 无故依无忧 为雪转风花雨 尽数垂肘 如何已被灼酒为入口 相思已漫妄 心有波澜 被宣知欲空 爹 您是咱们家的贵客 我有事情先适陪一下 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客人 去吧 盈盈来了 经常听欣谦提起过您 你很了不起 你是个聪明孩子 我日子找你来 肯定就有事情要跟你商论 找我商议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你跟太子妃 萧可染的事情 闹得人尽 害得你们老皇家 一点面子都没了 我跟太子妃关系很好 你恨太子妃对吧 我为什么要恨她 她不但抢了你的风头 还处处为难你 太子宠她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有办法 你是唯一一个 有能力去做这件事 我有什么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随我来 现在呢 对 这 就几句话 我跟你爹同朝为官多年 你爹是个好官 可惜啊 运气差了点 不是皇上待见 如果你能替你爹出头 你们皇家也算是出了个人才 梁伯 我有些不大懂你的意思 接下来我交代你的事情 如果你能做成 你们皇家肯定会扬眉吐气 梁伯伯 你想让我怎么做 这个药粉 你找机会放到太子妃的茶水里 就这么远 这是什么 这是外藩使者建贡的神药 太子妃要是被毒死了 我可耽待不起 随药粉无所无畏 主要的功效是绝育 不会害人性 绝育 一个不能生育的太子妃 不足以威胁到你我两家的利益 能不能给我两天考虑一下 这包药粉你先拿着 时间给你 不过这种事不能够 我还是有些害怕 而且 为什么是 事成之后 你的两位哥哥 我会向陛下那边举剑 观生三集 你已经谢过梁伯了 爹 爹 您也是咱们家的贵客 你可别为难人家 没有为难 好 那我带你去玉花园赏花 好吧 去吧 皇后 朕 已经来日无多了 陛下 你一定能渡过难关 李公公公 陈外的情况怎么样 回皇上 一切安好 太子那边 今儿 我还是放心不下 我要见见他 皇上 我这就去安排 回来 我听说 陈外来了很多 帆帮人士 可有什么 异样吗 皇上 您放心 都是万邦来赫的使者 我放心了 皇上 你一定要保证龙体 把太子妃叫来 要跟他亲自聊聊 这孩子是块料子 皇上 我这就去安排 皇上 柯然 你觉得我能当上皇帝吗 太子殿下 你只需要养好身体 你是太子 当朝储君 除了你 没有人有资格当皇帝 可我最近 总做恶梦 梦了有人要杀我 殿下放心 不会有人敢害你的 咱们俩 也说几句真心话 我觉得 如果是你来当这个太子 做未来的储君 肯定做的比我好 殿下这是何话 柯然 我觉得你除了冰雪聪明 我还能够感受到 你是有凶财大略的 殿下说笑了 何人也只能搞搞 胭脂那些小玩意儿 要是让我掌控全决 那我肯定是不行的 我这里有样东西 这是父皇给的 这是何物 这是能调动 皇城九门兵力的户 很多事我看在眼里 都说无意 这可是最后的底牌 这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父皇除了我 那些将军 他都是不信的 那为何要给我看这个 皇城里自捡来了 很多莫名其妙的人 人心这个东西 最是难 殿下的意思 我不太懂 可然 你这么聪明 一定能明白我的心 现在能让我全心信任的人 只有你了 殿下需要我怎么做 如若将来 不遇到什么 不只难以预料的事情 你舍得 一定不过你招权 殿下 我肯定不会让你孤立无援的 这就奇怪了 看不到什么人 这就是兵力不防图上重点标注的点 看样子像个情报中心 我得在这等等 我会发这么强 这都能被我撞见 也没什么有营养的东西 时间地点 来都来了 我倒是要看看 这落款是夏的人 究竟是何方神 夏文院这家伙果然不简单 并不像表面上那样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不会是要通敌吧 求殿下原谅 我的酒被人下了药 并立不防图被人偷了 按照我们平时的做事办法 你已经没有机会跟我说话了 看在我们国主的面子上 放我一马 你能跪在这里跟我说话 已经是给你国主面子 尽快给我找到是谁偷走不防图了 这就去吧 要是因为一张不防图影响了大计划 我看你亲自首认了 看来我这个太子妃要化身大侦探了 好那个夏文元 居然敢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你要是真干些吃里扒外的孤单 第一个饶不了你 你觉得会是谁偷走了不防图 我觉得 应该是梁国公派的人 梁国公 他也参与进来了 真的是越来越有意 还有一个人 不能小看他 我觉得更难对付 是谁 太子妃 萧柯然 是他 他一直派人暗中调查我 柯然 启禀太子妃 可靠消息 外帆部落最近有进攻咱们的计划 什么 你是说有人趁着皇帝病危 想趁活打结 目前来看是的 你先给我弄清楚 对方有多少人 属下这就去办 不过 最近城里有人传言 说太子妃想要谋朝篡位 我 我要谋朝篡位 看来这伙人是冲着我来的 太子妃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现在敌人和我们都在民处 是时候打个仗 你先下去 属下告退 回来 还有一件事 我要你时刻盯着夏威文 我总觉得这个人太有问题 明白 属下告退 现在兵力不防徒有了 虎服也有了 看来是时候出去逛逛 会回他们 你说什么 兵力不防徒失窃 是的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兵力不防徒的真伪还没弄清楚 就这么离奇的失窃 是的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据说是一个武林高手干的 江湖中人 你参与到了朝廷的事 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大人 那咱们下面可以怎么办 外坏使者最近可有什么消息 没有消息 我听说 那个家伙 也去过夏府 这么说来 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小的觉得 大人能小看一个人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太子妃 你是说 太子妃削歌 据我观察 他这两天离开太子府 很活跃 这倒是热闹了 连太子妃也讲和劲来了 大人 要我杀了他 他毕竟是太子妃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躲着脚 是 给我滚 都给我滚 殿下哪来这么大的火气 何必去为难几个下人 方然 殿下的眼界真是越来越好了 这样才能让天下人相信 当今太子 已经奄奄一息 命不久已来 如今臣内臣外谣言四起 都说当今圣上要另立太子 殿下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父皇不会对我如此多心快 殿下你可知有多少人 想要你的心 想要我的命 我的命硬着呢 那帮乱臣贼子 但不急 要一个一个付出水平 唉 殿下 你整日不思进取 饮酒作乐 怎么对得起 天下百姓的期许啊 对得起我的太子妃就是 得胜门七十二号 得胜门七十二号 没理由啊 以我一百二的智商都想不出来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肯定有什么猫腻 鹅娘 文远 我的儿 为娘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很快 儿子就能每日来给鹅娘请安了 是啊 夏洁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关键时刻 你可要务必小心啊 儿子知道 对了 你和那肖可染 到底怎么回事 那都是谣言 鹅娘 不过我对她 说不上来 文远 她可是下节的女人 更何况咱们皇家 可不能有真感情 这儿就是得胜门七十二号 从外观来看也没有什么古怪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 为什么地图上标注的 是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这里边应该有古怪的 大胆 什么人 竟敢闯进来 啊这位小哥 我就是路过来淘碗水喝 赶紧给我滚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就来淘碗水而已嘛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再不走 别说水没给你 你命还要不要了 不给就不给 咱们还凶声恶煞 我看你这个人是真见瘦人 裙子动口不动手啊 别跟我来这套 爷爷我不吃 我是小人 你是女人 再问最后一遍 你走还是不走 行 我走 我现在就走 这位姑娘 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 这位大哥 您是 这是我的宅子 我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呢 啊 我们怎么可能见过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我就是路过来淘碗水喝 这位小哥刚才想打我 你是来做什么呢 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就是路过 你们这里的人很奇怪 让你走你不走 你现在摊上事 我现在总还来得及吗 既然来了 不妨上去坐坐 喝杯茶 要是没有水喝 喝完茶接下可以是行的 姑娘 这边请 大人 请这样一个疯狼 有啥可喝的 闭嘴 请 坐 谢谢啊 谢谢了 看姑娘 不像本地人啊 这也能看出来啊 姑娘身上 有一种富贵气息 我看阁下也不像本地人 姑娘说对了 我是外藩使臣 来这里做生意 那老板怎么称呼 我不是什么老板 那阁下是做什么的 我是 贩卖茶叶的 你们那儿还种茶叶啊 我是咱们中原地区 茶叶代理商 专卖出去 赚茶价 那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一定是代理商这一块的 领军人物了 说笑了 姑娘 我斗胆问一下 你是不是 宫里头的人 我 怎么可能 我呢 就是想问一下 看姑娘身上 有一种富贵气息 我就是想拓展一下业务 听说 宫里头 收藏的都是 顶级茶叶 就是不知道 姑娘有没有渠道 我就是一打酱油的 哦 卖酱油的 不是 这只是一个比喻 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路人 没啥人脉 姑娘如果不介意 咱们交个朋友 你请我喝了茶 此时此刻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姑娘 敞亮 我敬你一杯 这茶还能这么喝 以茶代酒 以茶代酒 如果姑娘愿意 随时来我这里喝茶 那可真是太感谢了 姑娘 那我的事 多放在心上 没问题 我亲舅妈的二表姑的三大爷 她确实认识皇宫里的人 到时候我帮你问问 那就有劳姑娘了 那这茶也喝了 没事大事 我就先告辞了 告辞 再下告辞 告辞 期待你大驾光临 走就走 还那么大驾子 这位小哥哥 有没有人说 你很像一种动物 什么动物 守门喉 又称 看门狗 你 你这个人真欠揍 算了 人家姑娘是跟你开玩笑的 那再下告辞了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 柱子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还没有确定 我要去验证一件事 今晚 你把收藏的东西 找个安全地方搬走 这姑娘是什么人 让主子这么怕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一定是功力的人 还没有绝对的 柱子 听你这么说 姑娘大有来头 那我是不是 有点狗眼看人低了 人家说你是看门 你还把自己标签给贴上了 没想到 这里居然是这家伙的老巢 这么说 这地图上的标志 真是一种巧合 得胜门 得胜门 旗开得胜 到底有什么含义啊 得胜门离皇宫这么近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吗 我知道了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 那这里就是最加最迅速的反应地 不行 我得回去看看 小心点 狗子阿老要你的脑 兵器 这里居然是藏兵器的地方 打起精神 这么多兵器究竟是要晕到哪啊 究竟是谁在皇城底下有这么大的能耐搞到这么多兵器 干完了我请大家绑餐一顿 嘿 这又是在画大饼 我得跟上去看看他们要晕到哪 嗯 嗯 嗯 我今天遇到一个人 就觉得似曾相识 那你怀疑那个人是谁呢 我还没有确切把握 但是我直觉告诉我 他很像某一个人 你说的是太子妃萧可染 正是 我就是为这个想法而来 你怎么证实 能不能 按照我的依据 找人绘画一下 就是他 没想到肖克染知道的这么多 这样下去 会影响我们整个计划 这个女人 可他的生死是我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 这个我明白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毕不是 这个我心里有数 既然他知道了这么多了 那就再让他多知道点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放出点风 引蛇出动 然后再蛇打七寸 那该怎么办呢 你先回去 我会安排人过来找人 好 就此别过 拿这幅画 去找梁国公身边的人 那太子妃我杀不杀 干 我已经查明了 果然和我猜的一样 柱子 您查明什么了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 不要多问 我看您说了 我再顺便问一问 兵器 运到哪里了 您放心吧 都安全的很 在这个节骨验上 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柱子 月初还有最新的武器运文 绝对有独门暗器 独门暗器 莫非是唐能生产 又不是羊枪火炮 要搞得这么深 输起防身武器 要是我会造的话 肯定搞个火箭导弹什么的 来个精确制导定位才行 啊 对 com 钢丢了 这两个小脑脆我居然能跟丢 嗯 來這招不見道是吧 這次我肯定不會跟丟啊 你來了 誰在喊我 是我呀 你是誰這是什麼地方 你無需知道我是誰 這麼晚了你怎麼一個人在這 你能告訴我怎麼回去嗎 這裡出不去 你都來了就陪陪我老婆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須要回去 我知道你是誰 您認識我 你不就是當今的太子妃嗎 這太神奇了 您居然認識我 我老太婆對世間是 還是略有耳聞的 那 您是神仙了 我哪裡是什麼神 只是有人提前跟我說 你會的 有人提前跟您說我會來 哎 這越說越玄乎了 當今皇帝 年事已高 太子昏庸之輩 天下的黎明百姓 喊不到希望 這都是誰跟您說的呀 這種事不需人說 唯一 只有一個人 能力挽挽狂乱 誰有那麼大本事呀 就是你 當今的太子妃 我 可不就是你 只有你 有能力消除危機 我哪有那麼大的本事啊 你的身世來歷 別人不知道 我是清楚的 你 知道我的來歷 你不就是來自未來的嗎 只有未來的你 才能萬救萬名 於水火之中 你究竟是誰 你仔細看看 究竟是誰 這是什麼地方 啊 這是情形 一個大火人說不見就不見了 奴婢確實不知道 信不信 我現在就看 奴婢你錯了 我 要了你的腦袋 是 太子妃最近神神秘密 肯定是有什麼事 會不會是和武殿下私分了 什麼 殿下殿下息怒 都去給我找 找不到 你也不要回來 這就是主子的意思 千萬不能洩露任何消息 你放心吧 另外找一個靠得住的人 還有這張圖 不管是殺的了還是殺不了 一定要營造技術 讓越多人知道越來 交給我就行了 發生了什麼事 我一遠方親切 跟我打神招呼 沒啥事吧 沒啥事 你手裡拿的是什麼東西 我手裡拿的是 在地攤上買的東西 外凡使者那邊可有什麼消息 暫時沒有消息 可是他們已經查到了 看來這天 是要變了 下去吧 是 這裡還真是別有洞天啊 這地方好奇怪啊 離京城這麼近 一手難攻 又是煙火中地 居然沒有士兵把使 輝尼 囉 太子妃 真是好久不見 別來無恙了 还真没看出来 你就是太子妃 你没想到这一切 都是我精心安排的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我从夏府回来的路上 到德圣门 就意识到有人在远方盯梢 你是怎么发现的 你别忘记了 我是坐舍的 当我发现你在暗处之时 就已经将计就计 你想怎么样 把我交给夏文远吗 我不想怎么样 看来是我想想你 你确实知道的不少 我们要怎么处理它 要不要交给夏府 荒山野岭的 遇见这么个美人 要不咱们 你 谁 秦少 败类 你个败类 让我怎么说你 太子妃可是我们手上 最重要的底牌 你现在想侮辱这张牌 你还是人吗 你想怎么样 留着你 对我有用 对外藩来说 你是最佳人质 对太子和夏文远来说 是最重要的筹谋 你 秦少 败类 无耻 现在 只有怎样的分 给我带走 走 起来 Yin 昨天 四 太子 今天 真似 何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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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客人 你到底在哪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我亲眼看见太子妃被人抓起来了 那这次太子妃怕是凶多几手了 那就求她多福吧 我们不救她一下吗 太子妃这张牌有价值 不过这个外翻使者 也不是守着的灯 既然太子妃有价值 那我们还是要救一下她 救 当然得救 不过不是咱们救 那谁救 当然是太子妃下来了 哥哥 我对不起你啊 王妍 你这是又闹哪出啊 太子妃她 不 可燃姐姐她被人给抓走了 什么 怎么回事 太子妃去下府的路上 被几个黑人袭击 然后被劫持了 太子妃去下府做什么 太子妃去下府做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救人啊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只知道是几个蒙面人 不清楚对方的来历 但是 这是在我的眼睛底下 抓我的太子妃 这帮人简直胆大抱贴 大哥 还是要快想想办法吧 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马上派人去找 要中边排查可疑之人 你到底在哪里 大哥 我这边一旦有消息了 我会第一时间传达啊 好 文言 那我不送你了 好 啊 父皇的身体怎么样 你要是想知道 自己借过去看 好 人呐都死哪去了 给我安排人去找太子妃 真是惑不担心 太子妃这次 怕是凶多吉少 姐姐若是有空 便陪我去寺庙祈福吧 你要是说求子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你要是让我替太子妃 求谁先保佑 还是算了吧 姐姐若是不去 我便自己去 你也是太子侧妃 我也是太子侧妃 我一直不明白 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 姐姐你去明白 陈王痴涵的闹力 我还想喝水 给她喝点 她要渴死了 给上面没法交代呀 你还有颗怜香西域的线 要不你的给她 你这是活腻 听不懂我的话吗 我我不可 不可了 太子妃 别给我撒发招来 给我老实点 这个家伙有眼不及 真是跟我杠上了 要是旁边那个小丝 可以争取一下 这是向文远送来的消息 说太子妃就被关在了这里 这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现在有消息 总比没消息 据我所知 太子妃被人盯上 是因为她知道了一些 不该知道的事 可是 都是我连来了你 殿下 一些事情 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那你的意思是 不让我去 去可以 但是 一定要有万全之策 等到有万全之策 太子妃早就人头落地了 我现在就要去救她 主子 说得对 就这么安排 我亲自过去 那我 暗中保护 你看着她点 这个女人惊得很 我上山去找点事 她要跑了 你也别活了 啊 知道 知道 这个家伙终于走了 只剩下了这个小丝 我想个办法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和娘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很好 这一次 一定要让那小贱人 彻底消失 太子那边找人 都快要找疯了 没想到夏捷这小子 还是个多情种 那小贱人要是死了 那他得有多伤心 哎 和娘 等我做了太子 萧可染就是我的女 这样的打击 对夏捷来说 那才是诛心之痛 嘟嘟 咱们就不要淌这趟浑水了 这个时候 怕是已经游不得我们了 太子那边都快寄疯了 千千那边还好吧 小姐一切都好 太子妃那边 出了那么大的问题 千千那边 也要做好防护 给我安排两个人过去 暗中保护 是 回来 我们现在也不能 坐以待毙了 是时候 我要去跟太子 喷个面了 这个时候去见太子 恐怕不妥吧 这么说也有道理 那就比一比 我们谁先找到太子妃了 我马上落实 太子妃的事 是牵一发而动悬身的事 这件事 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殿下 我也不绕弯子 你想知道什么 倒可以直接问我 太子妃在你手上 是 你想怎么样 我想跟你合作 怎么合作 边疆关爱兵力防护组 我想要一下 你们还真的是狼子野心呢 我觉得你会答应 何处此言 因为 我手里 有你心爱的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太子妃 国色天香 殿下 又是智有双全 你俩的事 在这城里 传得是沸沸扬扬 那你可知道 帝王家是没有感情可言 你不一样 玉城大使至亲可杀 我觉得你是在赌 赌注就是你的命 我觉得 我的赌注 你一定会赢 连江爱口兵力不防图 我可以给你 你要跟你主子沟通 答应我三件事 哪三件 第一件 助我登基 第二件 我要太子死 第三件 太子妃我要活的 殿下还是一个多情的种啊 三件事少一件都不行 殿下的为人一言九体 话 我一定难道 玉城大使至亲可杀 报一个念 为了一己私欲 连老百姓死活都不管 看来我马上要通知国主 只要边疆兵力不防图拿到 到时候可以进攻 到时候一定会拿下 小小活都 我还有笔账忘记找你算了 黄侧妃 你这又是为何事 你可记得 上次你乔治的面膜 太惨了我 面膜 你家主子不在 别跟我装傻 你个小贱人 是不是心里不服气 等着你主子回来 给你讨回宫的 不敢 我看到这次 是回不来了 你又拦我 我没有拦你的想法 我是当今太子妃 你放过我 你也可自己留一条生路 你 你不能走 你走了我就死定了 你就不怕 我会不放过你吗 你走吧 反正都是死 你是个好人 我放你走 我走以后 你也要赶紧走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我知道 不管我逃到哪里 他们都不会放过我的 你跟我走 算了 被抓住 咱们都死定了 我现在也是 你菩萨过河 小兄弟 只能委屈你了 如果这次你不死 等我回到王府了 定不会忘记 这个时候 最怕我失踪的 应该就是 那个外藩使者了吧 他的计划 应该十有八九 要落空了 想让我成为你手里的那张牌 想得美 现在谁能分得清楚谁好谁坏 我这起美貌 与智慧于一身的太子妃 怎么可能输给你们这些人 有了这个装命 应该没几个人 能认出我来了吧 这地方不太对近 我也感觉有点问题 这个地方安静异常 你先离开 我们留在这里 既然来了 肯定要找太子妃的下落 谁 柱子 我们被埋伏了 你快走 我们掩护你 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我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我奉梁国公之命 先杀太子妃 再诛杀太子 你是下方人 守大厅 你要敢杀我的话 那就是造访 现在谁知道你是谁 我是当今的太子 这个国家的储君 未来的皇上 太子殿下 就让我亲自送你上路吧 站住 哎 我是你们主子下得远的亲戚 就算亲戚也不行 要提前禀报 上面同意了才能帮你进去 你是我家主子什么亲戚 我是你家主子远房表弟 从外甥来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主子是什么人 会有你这么个外甥表弟 十有八九十奸细 不让进就不让进 怎么还人身攻击呢 万一要真的是皇亲国戚 咱们也惹不起 要不然你在这手上 我进去禀报一下 算了算了 我就在这门口等着就行 等一会儿表哥出来了 我再出现 这样大家都方便 他说的有点道理 咱们也能少惹点事 想挡住我 没门 要不 我还是低调点 这位姑娘 有礼了 这位公子你找谁啊 我是没主人的朋友 这出来找茅房 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这两边都是西厢房 我们主子住后排 你从这边走 多谢姑娘 这边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要是让我找到夏文远 你勾结外藩的证据 就算你是皇上的儿子 也得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表弟 他现在人在何处 给我守好 严禁任何人出入 还真是此地乌银三百两呢 还上了索 叫你了 使者那边现在什么消息 上次一别之后再无消息 这个家伙说话出尔反尔坐地起架 这个人要是不能为我们所有 那就出地 现在呢 想办法帮我弄清楚边疆来泛之地的树 还有他们的目的 明白殿下 我这就去 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 这件事情只能成功 不等失败 主子你说 你要去趟太子府 帮我把太子调动兵马的虎仆拿到 如果能够拿到虎仆 就算公开造福 也没人能拦住 我只是随便说说 兵权最重要 我亲自去指向 雀鹏万无一世 嗯 我总感觉那里怪怪的不大对劲 太子妃失踪了 太子又虎口逃生 你俩真的是一家人 这个虎符你拿着 把兵马调到城外 好你个夏万元 难怪我找不到 原来是随身携带呀 拿到虎符 再利用外藩势力消灭就 然后我在平定叛了控制皇城 简直一举三德呀 你小子想的挺美 兵力不属徒 你先留着吧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的手下厉害 还是我这太子妃更有所 你这是怎么了 殿下伤得这么重 亲亲看得实在是不忍心 只是那现任提供的情报 居然是假的 那可燃姐姐她现在 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 不知道此时身在何处 是死是活 殿下 你也不必过于忧心 可燃姐姐她 既然自有天相 一定会逢凶化吉的 况且 就算她真的遭遇了什么不错 殿下放心 姐姐 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知道 姐姐 有你真好 死下 死下姐 你就贪情帅去吧 本姑娘要替你去拯救 万民与水火之中 没有啊 上次明明看到在这 这么说 换地方了 哎 这些人心思还真是难猜 陛下 说是可燃姐姐 之后回不来 或者是不愿意回来了 浅浅 愿一日夜伺候陛下 浅浅 不知为何 没有客人的消息 我这心里啊 很空 殿下 真是何物 没什么 殿下 那咱们 去休息吧 秦秦 客人还下落 不许是王子走 不得消息 殿下 算你还有点良心 殿下请放心 我们国主会对贵国的边疆 先进行进攻 到时候 你就可以 名正言顺 派兵出击了 京城九门 我已经安排好了 就算没有 府府的夹指 也照样 听从我的指挥 到时候 我就先派 先遣军进攻 里应外合 拿下太子府 只要太子 人头落地 殿下 你便可以 控制局面 大局 可敬 那就这么定 殿下答应我们 只要能做到 君无戏也 我定不会赋予你 好 那我就安排 到时候 我提着太子人头 来见殿下 祭你头功 帮我转告国主 边疆的牛羊肉 很好吃 你眼泪坏了吧 就多休息会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是什么 竟然趁着睡着了 偷东西 我是太子殿下的亲戚 来看看他有没有喝多 你是殿下的亲戚 是 我从小跟太子一起长大的 后来就去了边疆 这次是封太子之名 来服侍陪伴他的 我怎么一点消息的不止 我该怎么信你 来自殿下 屁股上有块儿胎气 这个人没说假话 我在殿下身边 属于暗中保护 这事要保密很正常 你先不要离开 等殿下醒了 我一问便知 没问题 那你先将殿下 扶回房休息吧 站住 我要见皇上 皇上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天大的事耽误了 你条脑袋都承担不起 人不大 口气倒不小 快让我进去 但回家完成 小心我要了你的脑袋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这种人 我见的多了 我是太子妃 你要是太子妃 我就是太子妃他爹 赶紧给老子滚 算你狠 不跟你一般见识 真是什么样人都有 还敢冒充太子妃了 今天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都是大功臣 主人就等您一生令下 同志所有人马准备到位 只要太子妇杀海生起 这个天就变了 我就是这个国家 真正的主人 主人您一定能成为一个千古民君 所有人静观其变 听我号 走快走 走 快走 呜 你 啊 啊 啊 哦 呀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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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齐速速调派一队人马 和我走一趟 阁下是什么人 竟然在这里大言被谈 我是当朝太子妃 有人想加害皇上和太子 现在有人在这里冒充太子妃 给我拿下 给我救军正法 我看谁敢 虎夫在此 现虎夫如同见到皇帝 你们是想以下办事吗 竟然敢拿个假的护服 来着冒充太子妃 给我拿下 住手 太子殿下 客人 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 众将也听令 我命令你们 拿出手中的武器 保护你们的主人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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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线 你不是 是 是什么 眼眼一息 面不久已 客人 不必跟他废话 就算你们杀了我 我们的计划 还是可以成功 你是说夏文远 对 夏文远殿下 带着士兵 这个 怕是已经血洗皇宫了 这就是你们的计划 这只是计划的表面 我们真正的计划 是让你们自相残杀 边疆袭扰 只是你们看的 实际上 真正的压找好戏 是在城外 安排了一支大军 只要殿下 攻下皇城 里应外合 我并不许认 就拿下了你们国家 哈哈哈哈 好贝贝旗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那我要是告诉你 另外一个版本 你怕不是要死不迷目吗 带走 压上来 让他死个名吧 是 圣旨到 接线 接纸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甚至身体 以灯枯油尽 已无精力 在治理国事 太子下节 仁义忠厚 才情拙劣 乃国之心卫 命即刻登基为 大徐新王 太子妃 萧可然 贤良 书会 智勇过人 封为皇后 过来 过来 太阴 太阴 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 只是近来太过劳累 惊了胎起 没有答案 微臣这就给皇后娘娘 开启副安胎的药 还行 牧场不病 太阴 狗 是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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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